大家好,我是Cindy的喲! 歡迎今天的來賓Yuki! 嗨,大家好,我是Yuki! Yuki就是之前幫我染櫻花粉的設計師 我們這次要做的就是韓系的一些捲法 Yuki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在家裡可以怎麼捲 然後怎麼樣的捲法是最方便 然後最快速可以完成的 而且我們還會就是染一個 韓國最近非常大事的一個髮色 珊瑚橘 但其實這次啊,我不只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珊瑚橘的顏色 其實我會在裡面做一些流行時尚的色彩 然後其實可以去做一些混搭的搭配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本來她現在 頭髮上面其實本來就帶有一點點橘色 那因為她的顏色不是那種漂布的那種像橘 所以其實她現在褪色會有點偏黃 有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吧 就是你染完之後,美多的她就變橘咖啡 那其實就是色素上面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要先幫她 要把手髮上面的一些橘子做直掉 好 我們現在在幫她做分序的動作 分序我們要設計的部分 因為等一下要染一些不一樣的線條感 對! 一般大家其實對漂髮都會蠻害怕的 就會覺得好像頭髮頭髮就會壞掉 或是會斷掉什麼的 但其實這個部分她很看髮性 主要就是不要在漂髮之後看頭髮 如果是比較好傷的 通常是頭髮偏細的人 以漂髮來說的話 當然出印髮部跟頭髮會比較耐漂 因為線條髮基本上她們會比較容易有 沒辦法接受太多的藥水侵蝕 其實沒有漂過頭髮的人 她們應該都還蠻擔心 漂完會不會頭髮不好啊 或者是她不知道漂出來的髮色會變怎麼樣 那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如果我們有抓過時間 那髮質你都有不好 她基本上都可以維持得很好 漂出來基本上就像這樣子 黃白黃白的 除非你今天你想要漂到金白色 那我們就要拉得更淺了 這次呢就是設計三個顏色 那我現在做的是條染設計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剛剛做的線條 不夠會抓出局部做出不一樣的色彩 化妝的部分啊 化妝的部分啊 髮色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又要示範捲束的部分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小技巧 如果說大家自己在家裡上電棒的時候 其實可以自己分上下兩側的部分 如果說像有挑染的 因為它們是線條染髮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這裡我會建議大家 我們的捲度可以在稍微立體一點 轉的方向我們可以往後翻 往後轉 所謂往後轉就是往我們的耳朵後面轉 像這樣鋪開它捲度會比較立體一點 待會我們一樣會做多生的動作 電棒的話也可以做出它只有在髮根上面有一個弧度 我們一樣輕輕放著就可以了 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放開 我們一樣把吹風機的部分開成冷風 好 現在我們已經把頭髮撥鬆了 最後呢就是我們上髮洋片的部分 如果說你希望頭髮的捲度它可以有一點線條感或滋潤感 其實可以上一點清零的沐浴 可以跟你的油混在一起是沒有關係的 好 現在整個大髮的骨轉起來 像做線條染髮的朋友我會建議啊 其實平常在家可以做一點捲度 那其實你在做線條的活動的話 其實對髮型會更加分 那我混搭了蠻多顏色的 那我都是設計在內部 因為其實我不希望它露出來的部分是很浮誇的 所以我希望在裡面可以有一點點不一樣的色調 然後外層的話就是我們珊瑚橘的線條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往旁邊撥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些粉紫色跟藍灰色的色調 那其實有很多人在染髮之後最害怕的就是顏色怎麼維持 記得一定要使用骨色洗髮精或者是角色洗髮精 角色它是去幫我們矯正我們頭髮的色素 讓它褪色的時候比較不會這麼黃 那骨色的部分是來補我們頭髮的顏色 所以通常像漂過的人我們都會建議 我們可以先用一次角色 然後我們再使用一次骨色 像Yuki都是使用來自去系列的骨色洗髮精 其實這樣洗就可以維持蠻久的 而且我們大家會比較仰賴捲棒的部分嘛對不對 因為其實它最方便捲上去它就會有一個弧度 以韓系來說的話大家會比較流行像板夾的部分 去夾出不一樣的效果 喔真的喔 女生啊都會有的問題 就是頭頂會很容易扁塌 喔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需要用到板夾的部分 一般我們在家裡上電幫的時候 或者是做一些電氣加熱的部分 一定一定要用保養油 那因為像SIKI它是有漂過的髮質 所以其實會更乾一點 Yuki會建議大家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上上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扭轉 喔喔 對 可以讓我們手上的保養油都完全去帶到 那其實它也在幫頭髮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我們扭轉過後呢 頭髮它的部分就會變得比較有光澤度 跟我們一般只是塗不上去 其實它是有很大的差別 然後其實我會建議大家溫度 建議不要超過180以上 其實大家可以控制在160或170上下左右 建議大家在上的時候不要一次就下去 因為其實這樣很容易讓我們頭髮會有一個折痕 我們在上的時候我們輕輕的先滑過 要順一下就可以了 好大家兩邊夾完之後啊 不要往上面頂部的地方 也要去做一個加強的動作 夾完之後呢 記得把髮根的地方再做一個拉鬆 那可能會不知道怎麼去挑自己適合的頭髮的尺寸 如果你的長度像新疊的部分 基本上我建議其實是28的尺寸就可以了 你很怕它很捲啊 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怎麼去拿捏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買32 不知道你們在看男性的部分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他們的捲度都是非常自然 對 然後其實它就是一個弧度 或是一點點線條 它就可以很有空氣的感覺 在固定剪髮的部分也很重要 然後你的頭髮有沒有層次也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男性的 那我們捲度的話 平常在家做捲度之前可以先做一個剪髮 如果你的頭髮都沒有什麼層次的話 我們夾上去的同時啊 往內轉一圈就可以了 然後呢 髮尾的部分呢不要捲進去 我們可以以橫的方向 大家可以自己數一下 大概3到5秒就可以了 繞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不要將它剝開 先讓它固定一下捲度 對 沒錯 像其實我覺得像CZ它就滿是很側邊的部分 那有些人它如果喜歡有點中分啊其實也OK 它沒有特別強調一定要分到旁邊 但它就是要強調髮邊有一點濃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請Yuki示範的一個髮色 然後還有兩種捲度的造型 之前我在IG上面有先問一下我的觀眾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請Yuki解答 最近韓國流行怎樣的髮型 那我相信今天的影片應該已經 表露 最近應該是流行一些比較亮的髮色對不對 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韓星一直一直在嘗試不同的特殊色 甚至有一段時間其實有韓國也都一直在嘗試螢光色的部分 其實都是很大膽的顏色 我們做的顏色是比較偏珊瑚橘 還有加了其他的色彩在裡面 主要也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色彩可以怎麼樣去做混搭 然後可以做出一種不同的風格 最近比較流行的顏色 我覺得粉色暖色都是滿適合的 不要染的太紅或者是太橘 建議是還是以粉粉五五的顏色 粉粉五五的顏色看起來也比較有質感 對對對 哪一種顏色對哪一染 顏色的部分其實都還好 因為色彩都還可以做調色 主要就是在我們自己本身的髮色的問題 如果說你本身染過黑色很深的顏色 基本上你要染特殊色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它可能會有卡色或是漂不掉的問題 建議大家如果你的頭髮真的是漂不掉 或者是真的不能再漂了 不要再動 因為其實它有可能會有斷髮的問題 再來是有關於瀏海的疑問 有瀏海的造型應該要怎麼整理 比較含細的部分大概就是空氣瀏海 那巴士瀏海一定要有一些弧度跟捲度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頭髮的髮卷 Yuki拿的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個用在長瀏海的部分其實是很合適的 頂部的蓬鬆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捲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捲到頂部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使用吹風機的熱風把它再吹蓬一點 那如果是沒有瀏海的比如說像我這種 其實如果沒有瀏海的朋友 我會建議他們就是直接用大隻的size的地方 直接把它做一個大腕的部分 短髮或一些像上一點捲度 要怎樣才可以捲的 不要那麼像香 不要那麼像浴飯糰 其實這個部分很看髮性跟髮質 所以如果有些人他的頭髮比較粗硬 或者是他的頭髮比較厚 他選用的是比較大的size 那他可能會變得太膨 建議先去掃風可以做燙或減 先去把我們藥質量先去掉 你回去再做電棒的時候其實會方便很多 好 我們這次Yuki會開放給五位幸運的粉絲 那我們會提供湯染 法部分也會有五折 第一個就是要來訂閱又欣的頻道 還有去Yuki的IG追蹤 第二步就是要請大家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Yuki我也要變某位韓星 這樣子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我會把詳細的抽獎規則 還有抽獎的時間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請大家一定要看看喔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高天通知 那我是Cindy 我是Yuki 我們下次見 掰掰